对于构图,你是不是总感觉一看就会,一拍就废,拿起相机的时候就大脑空白,不知道怎样记忆和灵活的运用? 今天就为大家一口气分门别类的分享12种常见的摄影构图方式,以及它们的运用和记忆思路。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一开始也只会用中心构图的摄影师Shirley。 自从我做摄影分享以来,我就收到很多私信和留言来问,新手到底应该如何记忆和掌握构图的方式? 构图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画面的美感,但是我们也没必要把它想得过分的复杂。 所以为了方便新手进行记忆和入门,我把构图的方式进行了一个总结,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根据进入画面内主体的多少去思考构图的方式, 而第二个部分则是根据我们拍摄的主题和当下场景的特质去思考我们要用怎样的构图方式。 那开始前我必须声明,它们绝对不是唯一的标准,总结出来只是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在此基础上,如果可以多加练习的话,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的构图思路和风格。 我们先来说说按照主体多少来记忆的构图类型, 这是因为我一直很建议新手采用从一个主体拍摄起的练习方式。 适合单个主体的构图主要有中心构图和三分法构图, 这两个构图方式在我之前的很多教程里都多次提到, 是属于适合新手入门的构图方法,尤其是中心构图, 将主体放置在画面的中央进行拍摄, 这种构图方式的特点和优势是主体突出、明确,画面的平衡感非常好, 当然缺点则是用得不好就会显得比较死板和沉闷。 而三分法构图则相对更灵活一些, 其构图方式就是把画面用两条横线和两条竖线分割成九宫格, 被设主体置于分界线或四个交叉点中的其中一个上面, 在实际运用中无需过分精准,一般而言大致上吻合即可。 我记得在我刚开始拍摄人像课片的时候, 一旦遇到瓶颈不知道该如何构图, 就会选择以上的两种构图方式。 虽然说拍出来的照片不一定出彩, 但是一般而言也不会出错, 所以它们属于最基础、最稳妥的构图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看多主体构图, 首先说说针对一到三个主体的S型构图, 这种构图方式主要是指主体在排列的时候, 视觉上保持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递进的感觉。 这个构图一般在进屋摄影里运用的比较多, 尤其是在拍摄美食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构图。 相信看到这里有很多人会问了, 那为什么在人像摄影里这种方式用的不多呢? 那是因为在人像摄影里即使是多于一个人出镜, 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两到三个人或者一群人看成是 一组有关联的拍摄对象, 尤其是在又要兼顾景,又要兼顾人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一组拍摄对象看成一个拍摄对象, 来跟这个大景做平衡一起进行构图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情况下多人拍照可以使用到S型构图呢? 当然也有,比如拍摄一些团体照的时候, 但是作为长期拍摄人像的摄影师,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推荐过度地使用这种相对死板的排列方式去拍摄人像, 因为人像的重点是根据拍摄当下的场景, 结合人物之间的关系、情感和感觉去摆动作和站位, 和进入摄影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适合一到七个主体的奇数法则构图, 去年专门出过图文笔记讲解过, 主要针对七个物体以内的多主体拍摄, 奇数会比偶数产生更有趣且视觉上令人愉悦的构图, 因为当一张照片包含物体为偶数时, 例如两个或四个, 大脑会倾向将它们组成对, 而这就会使构图看起来比较沉闷。 当使用奇数法则将一个主要拍摄对象与另外两个辅助对象放置在一起的时候, 关着的眼睛自然会落在中心拍摄对象上, 从而使其成为焦点, 但是一旦多于七个物体, 大脑很难立刻辨别是奇数还是偶数, 奇数法则就不再适用。 奇数法则构图的主要展现形式为三个主体组成一条线或者一个三角形, 所以其实它也是S型构图的进一步延伸。 当多于七个主体, 除非是同类型的主体, 否则很难一次性框入同一个画面, 尤其是对于新手而言, 因为很容易就拍出杂乱无序并且没有主题的照片, 但当主体为同类型的主体时, 多于七个我们也是可以采用重复性构图来把它们一次性放入同一张照片的。 重复性构图适用于拍摄对象是大量相同或者同类型的主体, 我们可以规律或者不规律地重复排列它们来占据整个画面, 并且保证画面内没有其他杂乱物体的出现, 这样既可以产生视觉冲击力, 也可以起到突出主体的效果。 这种构图多用于静物摄影, 例如拍摄水果、甜点、美妆产品等, 偶尔也可以用于人文纪实类拍摄, 例如拍摄大面积人群, 每个人也可以看作为同类元素。 以上就是根据进入画面主体的多少去思考构图的一些思路, 说这里我就想到不久之前在B站上一位网友的留言, 他问说有没有什么摄影课程是会教你如何摆道具或者是摆东西的, 我没有遇到摄影课程专门教这个, 但是有一个练习方式是我自己尝试过的,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也觉得摆东西挺难的摆不出感觉, 所以你可以试一试先从一个主体拍起, 慢慢的过渡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因为当我们会摆一个的时候, 那摆两个就不难了, 当我们掌握了两个可以怎么摆的时候摆三个也就不难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出类旁通的过程, 如果一来就摆很多的话, 我觉得任何新手都会觉得无从下手。 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根据拍摄主题和场景特质去构图, 首先要说的就是人像、近物、风光、 皆试用的四种构图方式, 第一个是前景, 这几乎是最常用也最能立竿见影改善画面层次感的一种构图方式, 前景可以是树叶、树枝、窗户玻璃、 窗框、门框、镜子的反射等, 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前景的时候人为制造前景。 我自己在日常外拍中有时候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街拍遇到街上人很多可能不利于取景, 或者说有些场景是客户特别喜欢, 但我自己觉得就还好,也没有那么好看, 层次感也不是特别强。 那这种时候我就会尝试去自己制造一些前景, 如果是在那种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地方, 我就会看一下周围地上有没有什么树叶、树枝之类的, 就捡一个放到镜头前作为前景。 那如果是在城市拍摄的话, 我一般会提前带上一些塑料纸或者是塑料薄膜, 比如说像这样的保鲜膜就可以, 或者是大家买东西的时候的一些包装纸, 就不要丢放在包里,出去外拍的时候呢, 如果遇到不太好看的场景, 但是又需要拍照的话, 那可以拿出来尝试改善一下画面的层次感。 说了前景构图,就可以延伸到框架构图和引导线构图, 因为这两个构图其实多少和前景有些关联。 框架式构图,顾名思义就是在拍摄中利用框架, 将主体框起来,起到突出主体的作用。 这个框架可以是前景,也可以是背景, 比如透过窗户拍摄外面的风景, 窗户的轮廓既是前景, 也是把主体围住的框架, 背景出现框架, 当然也可以起到突出中心的作用。 第二个和前景有一定关联的构图方式, 就是引导线构图, 这种构图方式会充分利用画面里的线条, 去引导观者的目光落到主体上, 同时也会让画面产生深度和透视感。 常见生活中的引导线有道路, 桥梁,墙壁,柵栏,河流等, 但凡有明确边缘的东西都可以用作引导线, 而很多时候引导线延伸到镜头附近, 也会成为画面的前景。 早些年流行过的公路照,铁路照等, 都是典型的引导线构图的运用, 但是大家在这些地方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 遵守交通规则, 千万不要为了拍照而忽略安全问题。 外拍中还有两种常见的构图方式, 对角线和对称构图, 相信大家都明白对角线即画面的一个角到斜对面角的连线。 画面里如果有位于或者差不多位于这条线上的元素, 就是对角线构图了, 很多时候这个需要我们打开自己的脑洞, 跳出一些定式思维。 这里给大家看一些对角线构图的例子, 它们可以是画面内建筑的线条, 也可以是主体的位置和角度等。 而对称构图则是一种利用画面中有对称关系的元素来构图的方式, 给人一种稳定、平衡和工整的感觉, 所以多用于一些建筑风光或者风光兼人文的拍摄中。 最后我们要聊的两个构图相对就比较小众, 一个是切边,一个是桌角大法。 桌角大法对于那些学过进屋摄影的同学来说应该不陌生, 其实它就是针对任何带角的东西, 不单单是桌角也可以是梳脚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盘子器皿等等的, 只要它有角,你让这个角对着镜头的话呢, 它就能产生一定的空间感和立体感。 所以这个一般在镜物摄影或者是一些风光兼具人文的摄影中, 用的相对是比较多的。 而切边也是一个更多用于镜物或者一些建筑风光拍摄的构图方式。 在镜物摄影中遇到一些圆形的物品, 比如蛋糕、盘子等, 很多时候完全框下来不能说不好看, 但可能就少了几分灵动,显得死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切边。 另外当拍摄一些大型建筑, 我们也没有必要追求一定要框下整体, 有时候切掉一些会更好看。 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整理和总结的摄影里常见的一些构图方式和记忆的技巧。 当然就如同我视频开头说的那样, 它们不是唯一的标准, 并且也不能代表摄影里所有构图的原则, 只能说作为一个新手入门, 或者没有灵感时候的一个参考。 今天这么多例子相信大家也都看出了, 很多照片其实都不只代表一种构图方式, 它都是融合了很多种构图在里面。 但是我们作为新手的时候, 没有必要追求一来, 每拍一张照片就要包含很多种构图, 更多时候我们可以追求把每一种构图逐一击破, 这样今天我们就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在实际拍摄中就能够自然的去运用和搭配了。